哈囉,大家好,我是Terry 不要懷疑中間那個是我 知道為什麼我從哪一次解報之後 我放這張圖之後就變成我的自我介紹 我叫陳映平,叫做Terry 其實我是理工背景的 畢業之後就到家裡做自己的筆牌 我先提一下我一開始進來的時候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我從進到公司之後 開始在做一些定盤學習的動作 一直到今天我來這邊也是持續在學習 我也了解了公司的文化 跟我們的優勢還有我們的人才 所以我中間組織了團隊 這個團隊一開始是有衝突的 內部原有就有的團隊 跟新建團隊做了一些試騙和調整 到了2013年之後 我們進入亞洲市場 我們一開始在美國 我們後來進入亞洲市場 開始做了一些接力氣的動作 在美國這邊組織了自己的餐體開發團隊 也正式跟流行市場做一個很完整的接軌 在2014年的時候 我們把亞洲、美洲品牌做一個統一的識別整合 這大概是我從2011年進去之後做的一些事情 在講品牌生化 頭椅店上面 大家的書上面等只有兩張 因為窮喜一直跟我要 我們都不給他 所以大家就認真一點看一幕 我們在講品牌之前 在講品牌到底有什麼好處 我們在講品牌設計溝通之前 在講品牌到底有什麼好處 那這邊有兩個面向 對企業而言 跟對消費者而言 其實對我們來說 無非就是創造穩定的活力 第二個 因為我們是工廠 所以我們在生產商 可以更有計畫 更有彈性 再來我們可以允許 一價有高價車的 第四個 甚至我們現在要做其他的保養品 保健品還是其他品牌 我們可以利用品牌的優勢 幫助他的上市 對消費者而言 當然他是有一個安心 可以馬上確認產品 減少購買的風險 他也是一個很好溝通 跟傳遞品牌的價值的媒介 但是具體來說 其實大家都在做品牌 包含到很多的製造商 很多的傳產 都想要做品牌 我們也是其中一個 到底在做品牌的時候 具體來說要共同什麼 這也是我今天要的分析 我把它分成四大 四個面向 第一個 公司表現優勵 第二個 要跟對手有所區別 第三個 而且還要是客戶相當 第四個也很重要 還要符合市場趨勢 缺一不可 這四個都缺一不可 這都是你成就你品牌的一個重要關鍵 所以我今天會從公司表現優異開始說起 我在這邊 因為我今天不介紹公司 但是在優勢盤點這一塊 我會稍微把公司能做的事情 稍微介紹一下 我把它分成三個面向 一個就是你公司能做什麼事 第二個 你公司的相對優勢在哪裡 就是跟同業之間相比 或是說在地域性在台灣 或是說在某供應鏈上 你的相對優勢在哪裡 第三個 你公司的相對的 絕對優勢 那絕對優勢就很難達到 因為第一個 必須要有世界領先 才有可能像台積鏈 這種有絕對優勢的 別人很難進入 第一個 我們能做的事情 就是 我們能做的事情 從原料開發 機器能開發 打壓 一些穩定性的測試 到產品的測試 這都是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第二個 容器設計 從概念的發想 裡面設計 3D 結構 一直到快速運行 就是現在流行的所謂3D列印 還有我們到 模式的設計 模式的設計 跟文靠設計 這個也是我們能做的事情 尤其是在快速原型這塊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的 想費優勢 所以我特別把它發出來 有這塊原型 讓我們在整個生產上 時間縮短非常多 只是做快速上 我覺得有很重要的優勢 那當然 前面兩個加起來 怎麼樣把它做整合 我覺得這也是 化妝品公司裡面 產業裡面 比較少說從頭做到尾 也有 但是 我們算做這件事情 做得很熟悉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也是我們的想對模式 再來 我們每年 跟所有ODM的客戶 30多年來都在幫他們做代工 所以我們也很了解 色彩的趨勢 每年幫他規劃 最新流行的色彩 還有最新的風格 最新的配方 甚至我們幫他搭配 怎麼樣去呈現不同的路 呈現不同的狀況 這都是我們公司 一直在做的事情 再來這個貿易出口 那我相信這個就不用自己 是我們公司 滿強的地方 甚至在 我們公司在出口歐洲 美國的 這種 在產業的領先度上 都算是走得非常前面 所以 那時候新的把握出來 其實我們都是 提前一年 都在準備這些工作 所以 很多人都在想說 怎麼樣進入歐洲 這幾年才在談 其實我們早在五年前 都已經進去了 十年前都在做這些事情 第六個 禮拜行銷 這邊 我作指當成是 我們能做的事情之一 因為我還沒有那麼厲害 這邊有賴車隊長 還有Tony 兩個Tony 都很強 要跟他們多學習 所以 就是我們 我們現在從代工 一直到現在禮拜行銷 都是我們一直在 持續學習的過程 總歸來說 我們才具有優勢盤點 就是在 垂直整合的生產 跟多樣型的產品 還有色產趨勢的掌握 新出口經驗豐富 跟產品垂直整合 那第二個 品牌定位 怎麼樣做出與對手有區隔 其實有兩個目標 我們在做品牌的時候 第一個跟你的消費者 越接近越好 這是第一個目標 第二個目標 跟你的對手 越運越好 也就是說 要衡量你給客戶的那種感覺 是不是有獨特性 那怎麼樣去達到這個獨特性 我把它分成三個 第一個獨特的賣點 第二個 你可以確認你的競爭優勢 第三個 就是一個非常熱賣的產品 我們在設計的產品的時候 其實做了一個 在整個教學的使用 還有整個設計風格上 我們做了很多的調研 所以這個產品在推出的時候 包含到它的使用感 觸感 還有它的原料配方 其實都有達到美國的市場 有貼近消費者的需要 因為通常這種東西很難使用 我們畫了一個很簡單的圖 告訴他們整個使用這種修容的產品 但是 這個獨特性 我們當初做出來的時候 其實很快就打開市場 但是 你只要一有東西在市場上熱賣 就會發現很多的山寨品 你跟我們很像對不對 就是 它連名字都跟我們一樣 然後 Country 我們叫Country Palette 它就要Country 然後它的這個 這個 也要畫給我們 所以 出現很多的山寨產品 甚至我後來發現 那個山寨品還在找我們的代工 而且 業務還接了 不通組 不通組別 業務還接了 那這怎麼辦 那沒關係 因為我們在做品牌 所以有品牌的話 我們就不怕別人競爭 對 所以 只是說 這個 我們事後有檢討 這個要小心 第二個 競爭優勢 我們還有舉 另外一個T-Mobile 它是美國最大的一個市局網路 那這種競爭優勢 其實不好 不容易打到 你要最強 最大 最快 最好 最厲害 最牛逼 不容易來到 門檻很高 別人不容易解錄 但是 你壓力很大 你會實時保持領先 第三個 附加價值主張 這個品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TOMS 賣鞋子 它主要在主張是什麼 穿得舒服 很舒適 可是它有一個附加價值 就是 你買一雙 你買一雙 給第三世界國家的小孩 給他們鞋子穿 聽起來很 很有感覺對不對 其實可能只是一種 傾銷的手段 這邊就不談 對 但是這種故事的包裝 就是可以讓它這個品牌 有一些獨特性 但雖然獨特性也要是可以被驗證 它的真實性可以被驗證 所以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也要去小心 這個獨特性 是不是可以被驗證 比如說化妝品牌常見的有機 到底你的源頭是真的有機 這個都很 其實很難的 我老實說是很難的 這邊我想要提一下 我們常常用的工具 定位的地圖 包含到Cony講的 在品牌上做定位 我們那時候也做了這樣的事情 我把兩個走 一個是低調到華麗 另外一個是親密到專業 我把我們的競品放在上面 就是在美國市場競品 台灣或是在中國 舉例那個Elf 下面那個Elf 美國是一個非常品價的品牌 一塊錢、三塊錢的美金 它的設計就比較大 其實我們價格大概會略高 但是我們在風格設計上 就跟它有所差 為什麼這邊我沒有提到價格 其實我想講的就是 在做這種定位的時候 不要用價格 來當成其中一個種 我參加過一些論壇、研討會 很多品牌都說自己是 就是評價、史上、評價、奢華 我想起來我們好像幾年天就是這樣講 但是提不評價這件事情 根本不是你自己講的 是消費者的認定 然後是你的產品在市場上 做出來的事情有沒有符合這個 所以評價永遠不會是你的動作 它只是一個 除非你要像大創跟中 那就是真的是一個賣的 但是不然的話 你的價格永遠不會是你的賣 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 千萬不要在做定位的時候 不要以價格當成其中一個種 不然你聽出來的東西會很奇怪 因為那個不是你的金正對手 就算價格有點差 那個都不是你的金正對手 再來就算有一樣的品牌價值 這是我們美國的一個禁品 叫Line Prime 這是我們私底下 其實我們都很像 品牌價值就是要提供色彩多亮 都是色彩多亮 但是他們的風格跟我們的風格 其實都不太一樣 所以品牌的個性怎麼賦予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算你的品牌價值 對別人一樣 只要你賦予它不同的個性 就會產生那一種情感 這是我們CD卡的版個性 大膽、專屬的、活力的 這也是在上一次的Brain in Taiwan 我們做了一個比較 比較往下深入的定位 再來第三個是客戶想要 我爸跟著目標都一樣 可以參與 其實在這次分享之前 我也問了一些 有在參與這種演講的朋友 我跟他說你們到底想要提什麼 他說我不想要提你們講公司的事情 他說那你們想要聽什麼 他說他想要聽冠軍 所以我也跟他討論 他說那你怎麼會注重 講者的身分是什麼 他說會 他會看你的角色 來預期到底我要講的是什麼事情 所以我今天都不太講 台劇的事情 我也不太講CD卡的事情 我把它分解成幾個在設計功能上 可以用到的元素 這就是我們在做市場調查 目標市場 在小致行為群體 最小到個人 呼應到剛剛那個Light會長這樣 我們在做產品開發 在做一個新的東西 我們會像跟蹤狂 我會一直去追著一個小貴人 我會問他 你用這個產品的時候 你到底Care是什麼 你想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我幫我問我老婆 他可能 因為我不是女生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用化妝品 但是我會問他說 你到底用這個產品 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在這種問題的分析上 又再把它細分成幾個項目 第一個是心理 心理上當然這個就比較學理一點 馬克思路的需求 再來五感 我覺得五感是很重要的 就是在產品設計上 可以去考量五分之覺 尤其在視覺上 他的比例 這是統計書 這不是我寫的 這是人家統計的 再來是學習 我們提供一個很好的 剛才那個就是一個很好的 概念 提供一個很好的學習的產品 那信念 剛剛崔緯長講的 為例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品牌 這個信念跟消費者一樣共鳴 這是我們的信念 只要每個女生樂於改變 在生活中找到不同的事情 這世界會更美好 這就是我們的品牌的理念 這個理念也不是我們自己來想的 我們找澳美幫我們一起 開我去阿翔出來的 這邊才幾個字要兩百萬 這真的很厲害 其實這個是一字簽訂的意思 好 那剛剛再回到這邊 社會因素 你在家裡有什麼身份 你是爸爸、媽媽、小孩、哥哥 你個人的一些人格生活型態 我是住台南台北 那你崇尚文化是什麼 文化、吃文化還是你處在的社會街場 其實這些都會影響到你的消費行為 那剩下三分鐘 這邊是產品開發 化妝品無非都是化妝 但是它還有很多炫耀功能 那特性我們把固體的病裝 變成液體的病裝 這就是另外一種衍生出來的特性 再來限制、價格的限制 然後一些在配方、設計上容器的限制 這個我們在開發上會去考量 這是泰國的 然後再來是品牌的品牌 對品牌的品牌的品牌 對產品類型的品牌 每個國家也不太一樣 每個地區也不太一樣 那最後時間不多 最後一部分 市場趨勢 其實我們在一開始定調 就是美國品牌 所以我們一直圍繞著 這個DNA 在做我們的行銷活動 從13年開始參加紐約時裝週 然後去年 本來美獎的頒獎 去年的紐約時裝週 都是在美國 還有今年我們跟一個台灣設計師 一起上了紐約時裝週的一個展 他跟藝術家藝術 跟他的元素做衣服 這個展在今年也獲得非常好的迴響 那我們就是這個彩妝指定品牌 那最後就是 怎麼樣與時俱進 這是我們的一些統計數據 就是我們一開始 當然沒有錢做地牌 所以都投網路的廣告 比較好計算好玩 比較好計算投包率 然後後面開始要做一些 地牌的廣告 所以會用傳送媒體 那傳送媒體為什麼好用 原因是因為他 就是比較 模型中都在洗腦 他會告訴你 地牌的感覺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可能慢慢的 也會被網路取代 因為現在 夜市媒體也好 還是報告上次也好 其實他們的 那種平面量 越來越 曝光量越來越少 所以 這邊只是分析 跟大家分享 我們這些媒體 用哪個目的之神 那我們的比例同變化 好 這個總結 有四個點 公司表現優異的 然後 與對手有區別 讓他們用的一些品牌 旗圈色彩多樣 還有品牌 賦予他們個性 對 然後最後價值主張 然後歐美人 可以使用習慣 然後我們的那個 優勢就是全是整特 好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